今年24歲的Andy曾經在物流公司擔任大業班禮貨人員 身邊同事多半十中年大叔 其中不乏黑道背景欠債的打工者 也因為自己年紀小而遭到同事欺負霸凌 之前在物流公司工作 然後身邊的一些同事大概是40到50歲的男生跟女生 然後就是背景有可能就比較複雜 工作的時候會有一些肢體上或言語的霸凌 他們就是會用手去推你或是用腳踢你之類的 然後可能會叫你跑推 那罵的話可能比較多像是髒話之類的東西 37歲的Carol透過打工度假到日本百貨業工作一年 卻遭受嚴重的異國職場霸凌 主管刻意針對她犯了小錯就被指著大罵 讓當時的她罹患中度猶豫症 他們會用很嚴厲的口吻 就是會比如說 你就是沒有社會人的自覺嗎 例如是這樣子 或是你為什麼要給周遭的人添麻煩 或是你是笨蛋嗎 連這些都不懂嗎 這些就是會讓你產生 就是感覺自己好像很沒有用 後來就是讓我自己就是很懷疑自己 後來就是讓我覺得 我好像沒有資格做這份工作的感覺 然後他還有就是叫我說 那你就是滾回台灣這樣子 這樣類似的言語霸禮 今年30出頭的Jack過去在賣場擔任捕獲人員 員工健檢時檢查出需要開刀的疾病 結束留職停薪後 卻在主管不斷地勸退下選擇離職 那我就先跟主管反應說那我可能要請三個月假 那他可能看我現在很健康沒有什麼問題 就說可能不能請太久 然後之後我就去住院 他還是有讓我請可是我住院 後來我就請我家人拿那個整頓指名去給公司看 然後看到之後可能覺得下一條就太嚴重了 然後之後就也沒有來醫院看我 或是關心我 然後我就覺得這會很緊張會不會沒有工作 然後就一直傳訊息給他說 然後他就說可能叫我家休養之類的 叫我不要回來上班 然後之後就一直打電話給我家人說叫我 就是一直說我現在這個身體可以做什麼工作 然後有點自然而退的感覺 到底老大 到底老大來上班可以嗎 老大來上班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超過八成三的上班族在職場上遇過霸凌 有六成上班族會忍氣吞聲 且平均會待到20.5個月 也就是忍耐將近兩年才會離開 那根據我們這次的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三的上班族認為自己曾經遭遇過職場霸凌 那其中最常遇到職場霸凌現象 有57%的上班族認為自己遭遇過言語貶低還有嘲諷 另外49.9%的上班族認為自己曾經被刻意的惡意重傷 甚至呢是散播謠言 還有49.3%的上班族認為自己被刻意的排擠 另外呢有46.8%的上班族認為自己工作上被處處刁難 還有46.1%的上班族認為自己在工作上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援還有資源 那另外喔根據我們這次的調查也發現通常呢職場霸凌的加害者 44.1%來自你的職書長官 另外有36.3%來自於你職場周邊的同事 那根據我們這次的統計也發現喔被霸凌者在他的工作場域 平均會工作20.5個月也就是將近兩年的時間才會選擇離職 好如果你自己遭遇了職場霸凌的情況呢 通常除了可以跟你的同事來申訴或者是來訴苦之外呢 我們也會建議你可以找一樣被霸凌的對象 像你們公司的工會服委會或者是人資單位來進行投訴 另外呢你也可以在錄音錄影的方式保全證據以備不時之需 那另外其實勞基法14條也有規定 如果呢你的勞工在工作場域被你的雇主 雇主的家人或者是雇主的代理人大聲的咆哮 甚至有暴力行為的話呢你是可以不用預告的情況之下 就終止勞動契約 好根據我們這次調查發現有超過六成的上班族面對職場霸凌的時候會選擇隱忍 不想把事情鬧大 那另外呢有超過五成的上班族認為他會選擇離職 然後另謀高舊有25%的上班族他們會選擇默默蒐集證據備而不用 但是我們也發現其實這次在職場霸凌的調查裡面有很多上班族如果發現了你的同事是被霸凌的對象有六成的人是願意挺身而出的 那另外剩下四成的人呢因為擔心自己被貼標籤或者是也成為被霸凌的對象因此選擇視而不見 最容易發生霸凌情況的就是傳產製造業還有公司規模比較小的企業 那主要是因為傳產製造業他們比較重視師徒制還有經驗傳承 所以在職場文化裡面容易發生老鳥菜鳥文化 那另外呢公司規模比較小的企業通常他們可能比較沒有正規的人資系統可以來處理霸凌這樣的事件跟流程 所以如果發生霸凌情況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他們很多工作的權力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 因此比較沒有辦法處理職場霸凌的狀況 因此工作規模比較小的公司呢也有可能成為霸凌時常發生的地點 調查也發現六成七上班族表示遭遇霸凌會在心裡留下陰影影響未來的求職路 曾中威表示霸凌對受害者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除了向管理階層反應建議向專業精神科醫師求助 並以健康的方式擺脫霸凌陰影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尤其然 成功